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Eva 今天呢 要跟大家开箱的是 YSL St.Lauren的三款包包 其实应该是说 从它的就是经典的信封包的延伸 这款是它的长颊 然后这一款呢 就是它WOC的小款 然后以及就是它的再更大一点的款式 那来跟大家做一下它的开箱吧 那这次呢 是特地收了这三个尺寸 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个系列的延伸 那大家知道就是 St.Lauren它的一个信封包呢 是还蛮就是经典的一个款式 原因是它的用的皮质呢 是像这样子的鱼籽酱皮 它呢其实是牛皮 然后进行就是压制 让它出现这样一颗一颗的一个颗粒纹路 那我觉得像对于我们可能是新手来讲呢 或是不太会照顾包包来讲 这样的皮质是非常适合的 因为很难用脏 好 那它信封包呢 最著名就是 当然就是它有一个这样子的V字封线 整个做得非常的精准 背后也是像这样子的 那这一款呢 是它的长颊 长颊呢 就是也是还蛮大的一个尺寸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容 好那长颊尺寸 我今天有准备尺哦 长颊尺寸呢 比起来大概是18公分到19公分 那它是一个就是前面开扣式的 这是金扣 好那打开之后呢 它是一个这边呢 它是一个这边呢有1234 这边有8个它的一个放卡片的卡夹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大的一个隔层 另外一边呢它也是一样 那它的中间这里是有拉链的 你可以放铃钱 所以或者是像是护照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还蛮大 然后它的后面这边也是有一个隔层 上次有人问我说 它的那个就是logo写在哪里 是写在这边 但以前旧款呢是在这里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说 它到底是不是仿的啊 或是它logo在什么位置 请到官网去看 官网的是最准的 所以如果呢 你是在收长夹的话呢 我会觉得YSL这一款呢 是还蛮适合大家去购买的 因为就是那一张 像我一开始本来想要买 就是香奈儿小香的 他们家的长夹 大家都一定是觉得很经典嘛 但是因为他们家是小羊皮 所以照顾起来真的是 我很怕就是刮到啊 那你这样几万块的一个长夹呢 就很容易就坏掉损伤 也没有办法去转卖给别人 那但是呢 YSL这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皮质照顾啊 然后或是整体的设计 质感什么都很棒 那这个呢 在台湾的专柜是卖三万多块钱 在欧美的电商呢 是卖两万出 大概可能两万二两万三 大家就可以买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CP值也还蛮好的 如果说大家看到有低于两万以下的价格的话 就要快入手了 那后面呢 就是YSL它又出了就是两个WOC Wallet on Chain 就是它是比较大的就是钱包 然后但是又没有做到像一般的包包 就是空间比较大 那这个都属于迷你包 那我们先来开箱这个 基本上呢 这个mini款式呢 大家可以看到长度呢 跟长颊是差不多的 就18 19公分 比较不一样呢 是它的侧边呢 是做这里是两片 然后中间有一个弧度的底 对 那我会说就是为什么要比较呢 因为等一下呢 我们的23公分的小款呢 它的做的款式反而跟长颊更像 所以我们先让它看一下这个mini款 是19公分的 它是只有长度下 但是在宽度部分呢 它就是高度部分 它又再高出了大概两三公分 好来看一下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的长度是15公分 再加4到5 所以大概就是18 19公分 高度的部分呢 大概比起来大概12公分左右 好那它一样呢 是前开的金扣 好 那它比较不一样的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里面是有一个链条的 它的空间呢 就是前面这里是有拉链 后面这边呢 后面这边呢 就是卡夹 那一样是4 4 1 2 3 6个卡夹 加后面的一个大的空间 然后前面这边呢 大概约莫有 两个指头宽 大概三公分的一个宽度 可以让你放东西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侧面 它跟另外一个就是 23公分比起来最大不一样 就是它的底层这边 它是两个硬皮 然后中间一个弧度 所以中间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厚度 大概是4公分 实际能够放的大概是3公分的一个宽度 所以呢 大家比较喜欢 要买这一款的朋友 都是跟我讲说 这一款呢 选这一款原因就是 它站起来的时候 是比较好看的 因为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立起来嘛 所以呢 它站起来呢 是比较好看的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金链呢 就是这边呢 是有皮革的 这个金链它也是可以拿下来的 那这个金链是可以拿下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说 它这边有一个扣板 所以你只要把它打开了 就可以拿 拿起来变成手拿包 那这个包包呢 它的一个链条长度 是比较长 它比23款的 就是长度还要长 那EVA呢 就是鞋背的话呢 大概是到我的 嗯 屁股这边 对 对 那对于我来讲呢 是比较偏长的一点点 但有些人觉得还好 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长度大概是像这样子的 好 再来呢 就是以鞋背来 就是肩背来讲 大家可以看 就是低于我屁股 是不是太长了 所以像这一款呢 如果你要就是 修改它的一个长度呢 你除了去买它的延长链呢 大家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在链条这边 把它 把它就是转一圈 让它的链条在这边 有没有 交叉 交叉 交叉在这边 像对于小个子来讲呢 就是你要 它就变很 变短蛮多的嘛 所以呢 就是如果我要 就是变斜背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长度 就是也还蛮俐落的 然后如果呢 要把它做就是肩背的话呢 这个长度也是我喜欢的 就刚好到就是 我们的腰部到屁股这边 对我来讲 看起来的比例是比较刚好的 所以呢就是它小款的链条 比较长 但是它可以让你这样子做一个 就是变短的 那你如果说是要像现在 今年比较流行 就是腋下刀的话 好那对于18公分 WOC的一个容量呢 我刚刚测试过就是长夹 绝对不行 短夹的话呢 就是放起来很勉强 就是你这边扣 就会扣得有点勉强 但还是可以啦 那你如果说这边放 只能就是 以我的钱包只能放 横的 然后 顶多再放一个就是 你的口红 这样子就满了 但是你的手机呢 就是没有地方放 我看一下它这个拉链 可能也是放不下的 所以呢 如果说你买这一个 18公分的 就只有短夹 但是呢 如果说 你知道它后面 已经有给你这些 卡片夹了嘛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 你的钱 就是信用卡放这边 钞票零钱放这边 那这一个包包呢 还是可以放得下手机的 我的手机是iPhone 11 对 所以放下去的时候还蛮刚好 然后还有放一支 就是我们的口红 然后 气垫粉饼 气垫粉饼加进来 好像有点太厚了 这样就不好看 所以呢 就是手机加口红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还可以扣得起来 很漂亮 好那我就说了它这一款 就是YSL的信封包WOC 它有做另外一款23公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高度呢 跟它可能才差一两公分而已 对 差一两公分 然后长度的话呢 这一款就是比较长的 好 那这一款呢 大家看它侧面 跟它的设计 基本上 反正是比较像就是 插着长夹的设计的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以长度来讲呢 它的长度大概 就是我讲的 22 23公分左右 高度的话呢 大概13公分 那正面一样是信封 主要呢 是它侧边的这个部分 是比较椭圆的 但它其实也是有做底啦 只是它是比较椭圆的 跟刚刚的就是小款一笔 比较起来 有没有看到 小款就是它这样有这个弧度 那大款它这边就是一个圆弧的 反而比较接近我们的 长夹的感觉 所以这一款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当做 23公分这一款 你可以直接把它当做是 就是大型长夹 好原因是 它打开之后呢 它里面 这里有123456 12345 就是前面这边就可以放10张卡 然后加这个打开 后面这边呢 它也是10张卡 然后一样是这边打开 所以它这样子加起来 你可以放20张卡了 中间呢这一样是拉链 这个宽度我觉得就是旅行用 应该放护照是绝对没问题的 好 所以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的设计 跟我们的长夹的设计 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长夹这边是123 这边是只能放6张卡 一边6张卡 但是它这一款23公分呢 是可以放到一边10张卡 好 那它在链条的部分呢 跟刚刚18公分的比起来呢 它就是没有那个皮革的部分 好 但它链条反而比较短 那它的调节的部分呢 这里是用 这里是扣的 所以你要拿起来 就是把它当做手拿包 你就把这个打开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长度吧 好 那这一款呢 是23公分的YSL的WOC 它可以看到 它其实全部都是做金属的 所以它没有那个皮革部分 皮革部分是我们说 可能放在肩膀上的话呢 有皮革部分会比较舒服一点 但是像这个小包 其实它本身重量我觉得还好 所以就是有没有皮革部分 我自己是不是很在意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长度呢 如果我就是肩背起来呢 是在我的腰跟屁股中间 所以这个呢 就是它的长度 对我来讲 小个子来讲呢 是还蛮友善的 所以你只要160以下 你拿可能再高一点的朋友 应该可能就是到腰部这样子 好 然后如果是我的斜背呢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到我的肚子左右 那所以这个呢 跟刚刚我们的18公分那个比起来 就是它是短的蛮多的 但如果说你想要让它就是更短 变成像今年比较流行腋下包的话 一样就是把它打开 但你的链子呢 就是在前面 转的一圈 嗯 这样子 固定它 固定之后呢 它有没有 它就变很短了 你可以做就是腋下 腋下包这样子的方式 好 那同样的呢 我们要来比较就是它18公分 跟23公分 链条全放的 这样子 因为就是这两款包 然后我发现在台湾 好像没有人做这么详细的介绍 所以希望今天影片给大家一些帮助 好 左这边呢 这个有皮革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18公分的 这个呢 没有皮革的是 23公分 嗯 好 我现在手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小的 反而它的链条比较长 所以呢 前面就是有 那个 朋友跟我讲说 诶 那它 就是 170 然后它本来想要买这个大 就是 23公分的 可是它发现说 就是23公分 对于它170来讲呢 就是实在是 有点 就是太短 但是呢 买这个呢 就是18公分的呢 就是链条 OK 但是它不太 才知道说 到底就是 背起来 对它170来讲 会不会就是 太小这样子 反正都小包 所以它后来是选择小的 好 那所以我自己呢 我个人 我会选这一个 就是 23公分的 那 我觉得原因就是 它的链条 比较适合我 大小我觉得就是 也没有到很废 然后 东西又可以放比较多 是 到国外旅游的时候呢 这个还可以 就是摆在前面 做随身包 这样子 所以呢 就是这两款的一个比较 好 那至于 23公分 这一款的 比较大的一个WOC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放短夹 对它来讲 就是它也是比较厚 没有办法的 那只能说 这两款呢 就是 WOC 就建议大家 把你的钱包 就直接放在这里面吧 然后 或是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 拉链里面 那你前面 其实可以放 就是很轻松 可以放得下 你的 就是补妆的产品 然后 然后还有钱包 还有你的手机 可以放得下手机 放手机 其实 大家可以看到 就还蛮绰绰有余的 那这样子 关起来呢 就是 也还蛮刚好的 所以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 这个23这一款 就是比较耐用 好 那希望呢 今天呢 大家看到 今天的影片之后呢 能够对于你在挑选 YSL 它们家的信封包 是有帮助的 毕竟 它有两个尺寸 那我自己呢 以我自己而言 我自己会选大的 那原因是 这两款呢 其实都只能放得下手机 不能放任何的 就是端家钱包 那我会觉得 这一款呢 它的大小 其实对于小个子来讲 也不会 就是太大 但是它能够放的容量呢 又是很多 有20张卡 然后又有比较大的一个 里面的 拉链隔层 我可以放 可能护照 我觉得这个可能出国晚 戴这个也是还蛮不错的 那这一款呢 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的预算比较低 这个 在台湾算要4万5 但是这一次 我们的入手价 非常的好 大概2万7左右 对 那像它有这个 链条 就是有皮革的 也是蛮多 就是朋友在购买包的时候 会注意的事情 或者是你喜欢它 这样立起来 可以站着 这一款呢 就完全无法站着 对 那所以会有不同的 一个考量 那我希望就是EVA的影片 能够给大家一些 在购买精品上的一些 分享考虑啦 毕竟比较贵的东西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 这样的开箱影片 帮助大家来做一个佐证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们按个喜欢 也可以加入EVA的折扣社团 因为我会分享在哪里 就是可以有好价格 买到这些漂亮的精品包 那也记得就订阅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 都会开箱精品啰 同学生的观众 也订阅 就是这样的试图 我认购买的 这个试图 也订阅 真的好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